大家好 我是毛老师 今天给大家讲一道找规律的题目 相信大家以前都做过这种类似的题目吧 1 3 5 7 9 下一个数是什么 这种题目很简单的 11 对吧 大家就做成 基数 下一道题呢 1 1 2 3 5 8 有些朋友呢 可能不会马上做出来 但仔细看看能发现 这前两个宣家给下面一个数 前两个宣家给下面一个数 这由菲波拉奇数列 这个答案就是19 这种找规律 找Pattern 找规律题目呢 是在数学中很常见的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道题呢 非常有趣 它呢也是类似的 我来讲一下子吧 有AB这两个数 A呢 是n的17次方加9 B呢 是n加1的17次方加9 n大于等于0的整数 当n为0的时候很简单 0的话 0的是17次方还是0 加9 那么A就等于9 A等于9 当n等于0的时候 n等于0 那B等于多少呢 B就是0加1 1 17方加9 B等于10 GCD GCD 这个就是最大公约数 那么最大公约数 9和10的最大公约数 也就是1 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是互质的 他们最大公约数就是1 最大公约数就是说 这个1呢 能够整除9和整除10 没有比1更大的一个数 能整除9和10了 好 这题也是很简单的 那么我们就试 当n等于1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n等于2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我们要找它的最大公约数 找这两个数最大公约数 那用比算的话 因为是7次方嘛 当n比较大的时候 用比算是非常累的 那我就做了一个程序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做的程序 我这个程序写好了以后呢 就可以 那么等于50的时候 范围在50 就是找出50的前后各50个 这些数里面的 GCD最大公约数 也就是说100个数 从0到99 这100个数 它最大公约数多少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子 它很快能做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前面第一个是我们前面做过的 当n等于0的时候 刚才做了 a等于9 b等于10 它们两个最大公约数 当然是1 当n等于1的时候 a等于10 b等于13万多 那么它这公司也是1 那么继续往下 n等于2的时候 n等于3的时候 我把它全算出来了 比算是比较累的 我从程序 从计划机来做 这我可以算到 从0开始n等于0 一直到n等于99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还是最大公约数 还是1 现在就要找规律 找这个模式pattern 最大公约数 它是不是一直是1下去 大家可以想一想 也就是说 从n从1 从0开始 也就是说n从0开始 我们得到这么一个序列 1 它的最大公约数 分别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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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写下去 都是1 那我们再可以试试其他数 看有没有例外 一直下去 好 我继续定义我的程序 那么前面1000个多少 把程序改了一下子 它能算出前面1000个数 从0开始到999 那这里面呢 它的最大公约数多少 好 程序在运行 我们可以看到还是1 一直是1 那我可以也可以让程序做个判断 当不是1的时候 它可以提起 提起警告 这也可以做到的 我们眼睛先肉眼看一下 是吧 好 这里已经做到多少了 900多了 快到了 999 看到没有还是1 在这做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最大公约数还是1 从1 从0到999 那么再把它大一点 就把这个范围呢 可以设得小一点吧 范围是5吧 那我把这数呢设得大一点 我来试试看啊 这一个大的数 这数已经太大了 超过了 随便 早超过10亿了吧 那没关系 我们还是把它试一下子吧 运行一下子 程序很快给出了结果 那么总共10个 在这个范围内的 这个数范围内前后 各5个 那么一看到 它的GCD 最大公约数 1 1 也就是说 这个规律 我们找到的规律呢 还是正确的 还是1 还是1 我随便 书任何一个数吧 我都可以试试看 都可以试 生再大一点吧 我也再试一试 好不好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算数是很快的 我们可以发现 还仍然 都是1 就它每次算10个出来 前后5个嘛 看 还是1 这 我们可不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 这个序列 这两个A和B这两个数 它们永远产生的 互质的两个数 也就是说 这两个永远 在序列里 这个数列里呢 永远是1 好 好 这题是非常有趣的 当数学没有被证明的时候 我们是不能这么下结论的 也就是说 这里面有反例 第一个反例是多少呢 我把这个影横掉 这种刚才书的这个数 还不是足够大 第一反例在这里 当它在这么大一个数里面 总共有52位 也就是说 这个数 它大于 10的54 10的54 也就是说 地球上所有的物质 它们所构成的原子的总数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数 在这个范围内 我们找到了 其中的一个反例 当这个数 大于10的54 所以8 这个是这么数 那我们看运行结果吧 可以看到 前后个10个 我们往前找1 1 1 GCD还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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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这里 大家可以发现 这里是另外一个非常巨大的数 大概 也有50位 然后也有50位 它的 这是一个质数 当N 等于 这个数 一个52位的数的时候 找到了 A和B 两个具有的最大公约数 不是1 是这个数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序列里 1 一直到这 中间突然有一个数 非常巨大的 大约10的54 大约10的54 54的一个数 那么 N等于这个时候 N等于这个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 大概也是50位 50位 的一个质数 它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最大公约数 不是1了 这就是一个反例 所以说 很多事情 数学猜想里 数学找规定 不能想当然 一定要证明了 才能行 在这么多一个小的数 里面 都是没有一个反例的 直到达到这个数以后 才出现第一个反例 可想数学多么神奇 好 今天给大家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这次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